再来我们关心塑化剂的消息 以及浴身跟冰汗之后 解放怀疑又有第三家的黑心起云剂的业者 因为台中市卫生局查出了连锁茶饮店 贝勒使用的果汁含有塑化剂 但是他们的上游不是浴身也不是冰汗 而可疑的是这间叫做中量的上游公司 负责人疑似是逃到了大陆 解放正在全力追查当中 就是这家连锁茶饮贝勒也沦陷了 因为店里的这一桶芦笋浓糖果汁 含有塑化剂而且高达了131ppm 我们就是很单纯的不卖而已 可是不卖期间卫生局就来了 他说要拿我们东西去检验 可是我就特别的跟他说 你们要检验的话 这一桶本身就有问题了 这一桶芦笋浓糖果汁是杯乐饮料店 专门用来调制芦笋之用的 两个杯盖就能做成750cc的饮料 多饮料已经卖出去了多少 连店家也难以估计 之前的呢之前你们用的会有问题吗 之前的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们就一直这样子卖啊 你们平均多久进一口 不知道 究竟这款有毒的芦笋浓糖果汁 打哪来的往上追追追 目前台湾市卫生局查出来了 杯乐总共是这项 污日的全新食品进的货 全新的上游是位在新北市的中量公司 但是中量的负责人疑似逃往大陆 会不会是第三家黑心起云记的业者呢 我们目前还在查证这个中量的 这个相关的资料 那目前还没办法证实说 这中量到底是 是不是这个起云记的第三家制造厂商 从杯乐饮料店的毒卢笋之往上追源头 越追越令人担心 除了预生和冰汉 究竟有没有第三家黑心起云记的业者 大家都在创类单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徐一龄台中彰化 综合报道